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逸 带来一起关心淡水、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新北市政府上个星期才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统一发出重阳礼金 而在淡水区除了65岁以上的长者之外 100岁以上的长者人类总共有17位 而今天区长吴宗仁也特地亲自到每一位人类家中 送上市府的金戒指要给阿公阿妈们最温馨的祝福 再过一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新北市政府为了要照顾辖区内65岁以上的长者 每年都会发送重阳礼金 而上个星期才统一发出礼金 这两天在淡水区长屋中人带着区公所人员 一个一个到百岁人类家中亲自送上金戒指 还有一万元的礼金 而今天则是来到了油车里的百岁阿嬷家中 与他们闲话家常 阿嬷这边要赞你 这边赞你 这边赞你 好啦好啦 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然后他这个长辈他身体很健康 他只是现在角力比较不好 你看他还是聪明伶俐的 然后他比个赞他还会比很棒 真的很不容易 吃到100岁真的是他还会再接再厉 明天还会再拿到 眼前这位阿嬷已经高龄100岁了 里长说这位阿嬷的身体也很健康 家人知道区长要来拜访 几乎子女都前缘到期 而阿嬷已经100岁了 与人沟通都还非常清楚 而区长也表示现在高龄长辈也越来越多 能够活到100岁以上相当不容易 因此新北市团队也积极照顾 为他们打造更好的福利 100岁和99岁就今天跟明天都会代表市长来制证我们淡水区的人瑞 我们淡水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7位 99岁以上的老人有14位 那我们到各个老人家里跟他们来祝贺这个重阳节 看到他们身体那么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那也表达市长对他们的祝福的意识 那希望老人家能够更健康 那我们也趁这机会看看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 我们可以给他做更好的服务 区长将金戒指替百岁阿嬷戴上 阿嬷还相当客气的说不用了 戴完再还给你真的相当可爱 而区公所表示在淡水包括99岁到100岁以上的人瑞 总共有17位 而这两天区长也都安排行程 亲自将礼金送到长者手中 不只是给他们祝福还能够与长辈聊上两句 记者是团义淡水采访报道